五十八歲,若甲的年齡加二,乙的年齡減六,乙的年齡變為原來的三分之一,則四人的年齡就相得了 然後就是問甲乙比六,四人的年齡 你會發現它... 你書放下來是比較好的 你會發現它乙沒有增減四八歲的X 然後就可以按照它的那個上面給的條件 就是乙就是那一樣的數字 所以就是... 因為甲要加二才會變成乙的話 那把乙剪回去就是乙,乙的話就是因為它說減六 所以就是把六加回去 然後丁的話就是它說變為原來三分之一 所以它原來是三倍這樣子 然後...所以就是...把它全部加起來就會等於六X 然後...再把六減二,所以就是四 所以是六X加四 然後解出來之後 再把它分別...分別全部串傳就可以了 嗯...OK,鼓掌! 我們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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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廖 USC 感谢观看